这里还有一个旁边平时休息的房子 咱进来看看 还有在看电视 这个电视上放的是啥呀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挝店长 我现在在老挝的首都万象 很多朋友啊 想让我多拍一些老挝这边的农村的生活 所以呢 我今天和大摇呢 就开着车啊 带大家沿着这个河边的公路呢 一直探访老挝的原始的农村 我们刚刚走到一半的时候呢 在路边啊 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小村 因为这个旁边呢 我们刚刚过来看的时候 有很多这个汽车停在这边 我们以为这里呢 是一个露营地 因为老挝在这个山边 有很多可以供游客来露营的地方 但是我们下车一看呢 发现这边全都是养的鸡呀鸭呀 还有鱼塘 原来这边是一个老挝的农家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整片山呀 包括那边的农田呢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好像就只有这个大叔一家人家在这边住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带大家一起进去瞅一瞅 看看老挝人啊 他们的原始的农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走 原来这么大一个农场啊 这些房子 还有这养的这些鸡 全部都是这一个大爷家了 这里还有一个他们平时休息的房子 应该不是他晚上睡觉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不确定 里面还有个帐篷呢 咱进来看看 还有在看电视 这个电视上放的是啥呀 好像是一个美国大片 哇这个电视应该还是挺有年代感的 杀牌子的 哇三星 有没有朋友看过这个电影呢 你别看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啊 还是挺破的 但是他们的情调还是有的 上面还有一个鸟笼养了一些鸟 这里呢 还有在树下用这个木头 做了这个休息的小桌子 挺不错的 平时要吃啥的话 就在这个屋的下面呢 烤一点吃就可以了 摩托车 好几辆摩托车 看到没有 如果要在这边烧饭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 搞点那个木头啊 烤一点吃的就行了 这个大哥刚才在这里 睡觉 看这个大哥是他家的小侄子 在躺在这里看电视啊 抽着烟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平时不干活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下面休息 昨天视频啊 很多网友说老欧人是不是把那些金丝拿木 好的那些木头全部当柴烧掉了 看看他们村子里面 我们今天在这个村庄里面 确实是他们是有很多木材的 木材自然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上面摆在这里 我看到上面不知道是漆刷的这个红色 还是这个木头本来就是红的 我来看看 好多啊你看 这个这个是油漆刷的 我还以为本来就是红的呢 看看他们这个村子里面啊 到处都是木头 山上的这个树呢也是非常多的 咱上去看看 今天来的这个村庄呢 离我们那里大概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吧 我爬到这个石头上去看看 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人家 他这个木头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挺结实的这个样子 大家有没有人认识这个是什么木头啊 这个中间这个要是没有这个裂纹啊 直接切一下做那个菜板还是可以的 他们这个村里面房子感觉都挺破的 老公 我们请你买点啤酒跟他们一起喝吧 不敢了 这是干嘛的 烧饭的 他说是烤饭的 我感觉像烤红薯的味道有 你看吧 你看下面有个大洞哎 这里有个洞 看好有意思 他们上碳是怎么烧出来的 你看 哎呦 哦就是把这个树放到里面是吧 我觉得这烤红薯很有意思 这就是这就是一个窑洞一样的吗 上面是碳下面拿火来烧它 哎他都痛那个碳从哪里取出来 碳把那个土刨开嘛 啊土里面是东西吗 你说对对土那个土堆里面堆的就是树吗 在里面烧下面 我还以为直接像这样烧的 不是哪里哪有上面那个土下面翁的就是那个木炭了 这个树吗 这个树拿这个树来烧的应该就是 你看这个他们自己挖的哦 对 这个是什么树啊 专门烧炭的吗 栗树吗 我们家叫 就这个树吗 就这个树来烧的吧 看他们这个里面养的 都是小鸡仔 这个叫什么 不是鸭子的 另外一种叫臀还是什么 臀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学名怎么叫 反正和鸭子长得很像的那一个 我第一次看到老挝这种烧炭的这个小梅窑啊 下面是火直接在烧上面窝的 对 那个上面是一个洞 这一直在冒着烟呢 这里面 那里是个人家是吧 他家有鱼塘吗 我不知道他家有没有鱼啊 挺美的地方 哇 他们家感觉也是个土豪啊 一个房子建在这个鱼塘旁边 那个里面还不知道是个啥 是个帐篷还是什么东西 挺有意思的 今天到这个小村子里面来看呢 虽然他户数并不多 但是看到了我以前没有看到过的 就是老挝这边的这个木炭 因为老挝这里他们的木材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他们的这边的这个平时做饭呀 很多人家都是用了这个木炭来烤肉啊 来烧饭 大部分都是用这个木炭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老挝人 用他们这种土方法来这个烧炭 而且老挝这边他们很多木炭呢 还会出口到我们国内去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店长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店长的视频呢 了解到真实有趣的老挝生活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